好带您来看到国立高雄示范大学艺术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 2023年度毕业生作品巡回展 来到了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举行 那么展出了12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其中步伐多位在台湾TOP美术奖等美术设计比赛当中获奖的优秀学子的创作 展览直到5月19号 国立高雄示范大学艺术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2023年度毕业生的作品巡回展 特别来到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展出 监选了12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要让大家看到原住民的学生拥有的无限精彩创意 是针对艺术设计工艺这些相关艺术产业 那这个是我们的学生来自台湾整个原住民16族的各个族群的原住民同学 统统都有 那我们也培育很多很多原住民优秀的艺术设计创作人才 那很高兴这次可以把同学的一个相关学习成果 把它带回花莲原乡 让所有花莲乡亲可以看到花莲子弟到高雄去四年来的学习成果 花莲市长魏佳燕欢迎高师大师生来花莲浩克文化会馆展出 让花莲乡亲可以看到许多好的作品也相互进行交流 期望透过展览可以激起更多火花 创造出更多美好的艺术 今天我非常高兴 那我们高雄的师范大学 那我们今天毕业展 那场外展是在我们花莲的浩克会馆这边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空间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包括我们学生的毕业的一些作品 甚至一些观光课 甚至一些他们的同学朋友 或是不同科系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参展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未来也希望说我们多利用这个场域 能够接出去给我们所有人了解 那这边的场域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护赠事务所就在我们旁边 那一般我们结婚的新人都会来这边拍一个婚纱照 我想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也非常希望我们不只是我们花莲市的好朋友 更希望说全国的好朋友都可以借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展览 原剧创作展有多件录像、装置、平面设计等作品 展期只有到5月19号 欢迎花莲乡亲和学生 可以把握机会前往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参观欣赏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